二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浩劫,受狂热的军国主义影响的日本,可谓是穷兵独武,几乎是举全国之力以投入战争。 1940年初期,日本国内的工农业都陷入危机,各大主要大城市连米都吃不上,东京的米股市场全部解散,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支配,后来甚至连饭馆都禁止用米饭待客。 由于生活物资的严重缺乏,人们连温饱都解决不了,前线数量庞大的兵员更是养不起,于是日本方面准备削减兵员来减少经费支出。 当时有人提出日本在中国的兵力应该从80万缩减至50万,陆军预算金额应从80亿日元消减为44亿元,也就是说没减少一个日本兵就能节省2000日元,但军方死活不同意。 日军参谋次长泽田茂中将则一眼看出当时的真相,外墙中干就是我国今日之写照,一旦时间久了就维持不住。 后来日本军部再次爆发内杠,在兵力削减问题上争执不下,从1940年开始,日本官方决定不再给在华日军播发经费,让他们就地等错,意思就是直接去抢以战养战。 据当时的《检查今日报》报道,在我国将士穿棉衣都觉得冷的东西,日军只能穿单衣吃撒米饭,就算是抢来了南瓜和山药,也是挤人一小碟食不过腹。 曾经有两国日军为了抢一个老户的窝头和土豆展开了全欧,可见当时日军在凉食问题上遭遇了极大的困难。 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赛维茨所说过,战斗力自己入围,宫保问题解决不了,怎么可能又立即打仗呢? 而这一天也是日本就有自取,抠空母线中文战争最终出现这样的结局是早已冲击的事,继续您要回看啦。